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美国经济到底还能不能撑住 美国股市还能不能继续涨 美联储还能不能控制通胀 这些问题都跟我们的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好好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看最近美国的一些数据 大家都知道 美国在疫情期间推出了巨额的财政刺激政策 给老百姓发钱 给企业发钱 给政府发钱 这些钱都要从哪里来呢 当然是借债了 美国财政部大量发行了长期美债 也就是十年期以上的国债 这样一来 美债的供应就增加了 而需求却没有跟上 所以美债的价格就下跌了 而美债的价格下跌 就意味着美债的收益率上升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去年年底的0.9% 涨到了今年三月份的4.9% 涨了5个百分点 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那么为什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会对经济和股市有影响呢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是衡量市场对未来经济预期的重要指标 如果市场预期未来经济会增长 那么就会对长期投资有信心 就会买入长期债券 从而推高债券价格 降低债券收益率 反之 如果市场预期未来经济会衰退 那么就会对长期投资失去信心 就会卖出长期债券 从而降低债券价格 提高债券收益率 所以说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就意味着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 是影响其他利率水平的重要基准 比如说银行贷款利率 企业融资成本 房贷利率等等 都会受到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影响 如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那么其他利率也会随之上升 这样一来 就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 降低他们的投资和消费意愿 所以说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就意味着经济活动受到抑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怎么办呢 大家都知道 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 它主要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和购买货出售资产 来影响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 联邦基金利率是银行之间短期拆借资金的利率 它反映了市场对短期货币需求和供应的平衡 如果美联储想要刺激经济 它就会降低联邦基金利率 从而降低市场利率 增加货币供应 鼓励投资和消费 如果美联储想要控制通胀 它就会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从而提高市场利率 减少货币供应 抑制投资和消费 那么美联储现在是想要刺激经济呢 还是想要控制通胀呢 这就要看美国的经济数据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美国的通胀率从2020年的1% 涨到了今年最高8% 涨了7个百分点 为什么美国的通胀率会上升呢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 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导致了货币过剩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手里有一大笔钱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存起来吗 不会吧 你会拿出来花 你会买房子 买车子 买股票 买黄金 买比特币 买各种东西 这样一来 你就会推高这些东西的价格 这就是通胀的本质 就是货币供应增加导致的价格水平上升 第二个原因是 美国的供应链受到了疫情和贸易战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进口大国 它很多东西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 比如说服装 电子产品 医疗用品等等 但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国家都实施了封锁和限制措施 导致了生产和运输的中断 而在贸易战期间 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关税和制裁等问题 导致了进出口的障碍 这样一来 美国就会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 而供应不足就意味着需求大于供给 就会推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这也是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怎么办呢 如果美联储想要控制通胀 它就应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从而收紧货币政策 但是如果它这样做了 它就会打击经济增长 因为提高利率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和负担 降低他们的投资和消费意愿 而如果美联储不想打击经济增长 它就应该维持或降低联邦基金利率 从而保持或放松货币政策 但是如果它这样做了 它就会助长通胀 因为维持或降低利率 会增加货币供应和市场流动性 鼓励投资和消费 所以说美联储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 要么控制通胀牺牲经济增长 要么维持经济增长放任通胀 那么美联储到底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来看看最近美联储的一些言论 先是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 发表讲话 洛根说 如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是因为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提高 那么美联储可能需要继续加息 但是如果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是因为市场对未来经济衰退的担忧增加 那么美联储可能不需要再加息了 他还说 现在通胀还没有达到美联储的目标 还需要继续观察 洛根认为美联储应该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 以防止通胀失控 接着是亚特兰大联储主席 波斯蒂克发表讲话 波斯蒂克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 对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美联储需要灵活应对风险 随时准备调整政策 他说通胀已经有所改善 但还没有达到美联储的目标 现在的政策水平是合适的 可以让通胀回到2% 他个人认为不需要再加息了 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 可能需要再加息 从这两位联储官员的讲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美联储对于通胀和经济增长的态度 是比较谨慎和平衡的 他们没有表现出过于悲观或乐观的情绪 也没有表现出过于紧张或松懈的姿态 他们似乎在等待更多的数据和信息 来支持他们的判断和决策 那么这些讲话对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是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的走势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反映了市场对短期货币政策的预期 如果市场预期美联储会加息 那么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就会上升 如果市场预期美联储不会加息或者会降息 那么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就会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 在联储官员发表讲话之后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明显下降了 从4.5%降到了4.1% 这说明市场认为美联储不太可能再加息了 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 这是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 在联储官员发表讲话之后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明显下降了 从4.9%降到了4.5% 这说明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有所恢复 那么股市呢 我们最后来看看这张图 这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 在联储官员发表讲话之后 股市也明显上涨了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美联储通过发表讲话 成功地稳定了市场的预期和情绪 让市场相信美联储有能力和意愿 来维持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 这对于我们的投资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不需要过分担心 美国经济会衰退 或者通胀会失控 我们可以继续把握美股的投资机会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警惕 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 美国的经济数据和政策动向 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毕竟世界是复杂的 变化是快速的 风险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要做的 就是保持理性和冷静 做好分析和判断 做好风险管理和收益优化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给我点赞 评论 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